你好 欢迎收看5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新城乡圣安村利用疫情结束 举办百人日照草林勘沟活动 希望透过传统的勘沟 让现代民众了解早年桃海人捕鱼的辛劳及智慧 不过两三百个人经过两次努力 辛苦拉绳收网才捕捉到九只的水蒸鱼 让现场参加的村民和游客说 这要怎么分给两三百个人啊 而乡长也笑着说在海洋生态改变 游船出海捕鱼也没有像早年渔获满船而归之下 举办传统的砍钩 是要让现代民众了解 要更珍惜海洋资源 来到桑冠村 草林的海边两三百人分两队 合力拉绳收网 这就是传统捕鱼的方式砍钩 来 再靠过来 靠过来 靠过来 小心 小心 好了 好了 来来来 靠一会儿 来来来 这种传统捕鱼方式砍钩 现今进步社会中已经看不到了 为了让现代民众了解 早年逃海人捕鱼的智慧以及辛劳 新年乡孙安村设计发展协会 就利用疫情结束举办日照草林抗钩活动 也吸引两三百名村民以及游客 放松星星来到草林海边 分两队就像拔河一样 疫情欧巴上门 使出吃奶力量拉绳收网 上来看网采一只水蒸鱼 拉上来然后就 大家翻一翻 以前你们有没有听过 是有啦 但是我忘记了 忘记了 你是这边的吗 对啊 以前都没看过 有 没什么印象了 没什么印象 知道这个名称叫什么吗 坎沟 坎沟 听过坎沟吗 有啊 有啊 有听过坎沟 有听到可是没有看过 你有体验过 只是大部分都在冯湖那边 对对对对 在这边第一次体验 有没有体验过 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 对 好不好玩 也不错 我们宋安村也是最早一个一夜 一个村 长久过去啊 我们的长辈们 我们祖先们 在这片海洋啊 来这个讨生活 今天啊 由社区发展协会啊 他来办理这样有意义的 勘勾的一个活动 可以说是整个村民啊 全部都动员起来 来支持这项一个活动 公所呢 非常非常地支持这项的 一个看过的活动 我想除了让大家知道 现在的移货量 跟过去的移货量 是完全不一样 过去听他们长辈在讲 这边的移货量 只要往一下去 拉上来之后 移货满满 现在只有寥寥无几的几只 这代表海洋的移类越来越少 大家对这片的海洋 要亦来爱护 那除了社区发展 在推广这个活动以外 之后我们公所会经常性的 各个社团 来办理这样的相关的活动 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客 到新人乡来多一个体验 今天下载贺台表示 在海洋生态的改变 渔船出海捕鱼 也没有像早年渔获满载而归 举办传统砍沟 是让现代民众了解 更要是期盼经济活动 以及自然环境能够永续共存 记得中文字幕志愿 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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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